網路版有英文喔 訂閱按讚開啟小燈 就不會錯過大獎車順書最好看的世界第一 一定 漂亮喔 軍輪衝得好 我非常適合在那邊打工 一邊下去 下面都一邊鮑魚 有點頭暈 三個都頭暈耶 沒有 因為你自己人是看著耶 重點是頭暈還沒有放耶 你看裡面多少顆鮑魚 我來看一下 漂亮 每一顆 每一顆形狀都差不多 Juzy喔 爆冤了 三分鐘了 剛剛好 哇 這樣 鮑魚的那種油花 我覺得他竹子選得很好 跟這個牛肉完全溫柔 又不會蓋掉那個牛肉它冷色的味道 對 完全蓋不掉 你讓我享受一下 都是奶 很快 好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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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不是 前面 你之前來過韓國一次對不對 之前來一次 那時候是 10年前拍MV 這麼久啊 對 然後 跟我第一次來外景是一樣的時間 就要去首爾吧 對 去那邊 然後也沒有幹嘛 去拍MV 然後也沒有出去玩 都沒有出去玩啊 有去東大門啦 去東大門買個一逛逛啊 就是那些 市區裡面的 全部都在市區 對 那時候是冬天 很冷 然後這次來不一樣 這時候就有一點 春天了 對 春天 這邊的熱不會那麼炽熱 對 帶一點涼涼的風 對 然後不會那麼潮濕 比較乾爽 對 完美 這是既然第一等 就我們第一等市的自駕駛 我們必須深入 這一次主要走西邊 西半部 西邊 就有點像我們 我們東半部就是花東嘛 宜蘭花東 但我們西半部就是比較多 大城市啊 我們的 樟宿啊 對 桃園啊那邊 這邊濕地非常多 靠西海岸 島嶼也特別的喔 碎的島嶼 破碎各式各樣大小島嶼 然後島嶼之間的 對 也非常多 對 而且他們面積是非常非常大 在全世界就是前五名的 現在在仁川嘛 對 我們從仁川然後一路往南走 中西南道啊 然後全羅北道 全羅南道 上去 就一路先到最南 然後再慢慢遮盤 OK 我們這樣玩一小圈回來 好 好不好 但是等一下 先讓哥找到這個 在地有人 跟我約的位置 在地有人 你這邊也有人 出外景這麼多年了 在地有人 好不好 跟他借車 省錢 但是其實這邊自駕 你要租車也是方便 說到韓國的西海岸 從仁川所在的京畿道開始 再到中青南道和全羅南北道 長約兩千六百多公里 不但海岸先曲折 更擁有許多的淺灘 海灣和島嶼 也因此發展出 獨有的生活方式 與文化傳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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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哥 是在六七年前吧 對 就見過大哥一次了 對 而且他也是攝影師 攝影師 然後他也是個 攝影師也是個導演 對 從他的服裝 就感受得出來 大概是非常有文藝 藝術師 對 謝謝 謝謝你的車 這次跟大哥直接借這個車 對 借這個車修律 我們自駕遊會比較方便 喔 喔 好 那這邊韓國的台車 跟台灣一樣嗎 任何提供 或任何要知道 在韓國的地方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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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國際公司 對 他們這邊的位置 左右跟台灣其實是一樣的 都同一邊 對 所以應該我們慢慢開 不要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秉持著 秉持著好不好 不當三寶 然後慢慢開 安全架子 沒錯 沒有錯 從2022年2月開始 只要被託國際駕照等相關證件 就能輕輕鬆鬆在韓國自駕趴趴趴走 透過這樣的方式 更能拜訪許多不一樣的地方 不如說 咱們這就一路向南 從全羅南道開始 我們的西海岸之旅 來到全羅道以後 稍微比較離開人川 都市 以後 這邊的媽媽們 大哥們 叔叔們 都很鄉下人 對 很在地很直接 然後脾氣也是很直接 沒錯 對 不是指壞的脾氣 你就會覺得 哇 他好直接 很阿薩利 但他不高興 他就直接跟你不高興 他們不裝的 對 來到韓國之後 就要變得比較小心 我所謂的小心是 他們這邊的文化 對 這個長輩有序 長幼有序 長幼有序 然後 他們重視這個 他們非常重視 年齡啊 長幼有序尊卑啊 或者是 學長學弟 對 這就跟我家裡的教育很像 真的假的 對就是 小時候 像我小時候長大 對 中小時候長大 爸爸媽媽他們 反而成績不會 還是會管一點 對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禮貌 就是 因為剛好我們家裡 做服務業 對 我覺得這個也有關係 對 我們家裡就是對 與長輩要問好 那件事情 或者是那種 必須要尊重 對 就是很明顯 像去別人家 可能 吃完飯之後 就會幫忙洗碗 對 就會幫忙收拾 然後或什麼 就是 對於家教 家教 就是很敏銳啦 對 我們今天來韓國之後 他們好像 從小就很重視 對 相信有在Follow韓劇的朋友 對於韓國文化一定不陌生 而身處其中 更會有深刻感受 在車上 遇襲完與當地人相處的 小撇步 經過五個小時 咱們終於來到 有韓國糧倉之稱的全羅南島 而既然是西海岸之旅 當然不能錯過這裡 最富盛名的特色海鮮 乾淨躺平 舊傾 養精蓄銳 因為明天 可是要比太陽還早起咧 很冷喔 你不覺得這個霧 你看後面 你看我們後面 對 山上就是這樣 中原標準 四點五十七分 四點五十七分 快到五點了 旁邊就已經是漁港了 對 我們等一下要直接坐船 出海 去抓他們現在這個 當地的鮑魚 鮑魚 欸李哥 那我們是怎麼 我們五點商船對不對 差不多 快了 可是我看 問過這個 其他的那個船長 對 因為屋大的關係 搞不好說 五點過後 因為整個 他們的整個船 本來都是 五點左右出發的 對 而且好像有屋的關係 搞不好六點 六點 可以玩個半小時到一個小時 所以這個屋 不是每天都這樣子嗎 對 真的是特殊情況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也歡迎來自部落的 藍山高麗菜小王子 小王子 為了想要讓我再回去睡 一小時 他怎麼 好啦 那我們等 要等霧散一下 然後船長來 我們可以出發以後再說 來這裡沒吃到鮑魚 那就真的白來啦 大船喔 你這個霧真的是很厚耶 你看 你看 最前面那個塔那邊 對啊 對啊 看不太清楚 確定是這一艘嗎 你看它上面有 類似像怪手釣的那個 對對對 不知道我們沒有什麼 雨天的備安 好不好 現在有點小飄雨 我剛剛 哥剛剛 一來的時候 他說欸不會啦 等一下再過一個小時 就是 就會比較舒服 這樣 就會很溫暖 然後結果 開始飄移 一下車就飄移 飄移之後 不會啦 等一下就會出太陽 然後霧越來越濃 霧越來越濃 霧越來越濃 不會啦 不要再講這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沒有燈喔 當然不是耶 這個 在那個梨山啊 部落 對 這是水梨那種 挑選 挑選有沒有 那有可能 比較寬的就掉下來 比較粗 比較粗的就掉下來 分大小有沒有 通常要養幾年 才可以去收拾 我一願盤 我一願盤盤 今天我們收獲的是 一年半的 然後就是要求 按照那個客戶的要求 我有一年半到兩年到三年 船上大大小小的工具 怎麼看都和鮑魚扯不上關係 到底鮑魚的採收又是如何進行呢 還可以有這麼大 這麼大範圍的養殖場 蠻猛的 我們現在還在 應該 應該還在 港口裡 島礁範圍 我們要出港 我們要出港 對 出港 喔 像這樣啊 跳 這個很像 很像我們之前去拍他們 都養魚啊 養什麼養隻的 對 我沒有看過 我自己好像沒有看過 養鮑魚這樣子 養隻 養牌喔 超大型作業團 兩台合併在一起 還有船長 開工了... 對 船長現在已經在插他的這個 前擋風玻璃 對 船長... 等一下這兩艘船會一起嗎 對 那一艘船是做什麼的 兩台一級 等一下這全部都要收嗎 你說全部都要收了 對不對 全部都要收 果然 這樣大概會有幾公斤的量 對 這個... 100公斤就夠 100公斤左右 好... 現在是... 現在是一個戰爭的狀態喔 對 打仗了... 跳過去... 走 走 走... 後面... 後面... 好 掉到隔壁 先看看這十三釘的關係 所以是安全喔 是OK 沒有問題 對 大家自己注意小心安全 因為他們的作業是非常趕時間的 然後也是他們沒有辦法停下來 為了我們什麼 說五分鐘就五分鐘 如此近海能成功大量養殖鮑魚 可見當地的水質之乾淨呢 不過更讓人好奇的是 這麼大兩艘船究竟要怎麼配合採收工作呢 這個綁住的線剪掉 對 然後勾起來放在上面 沖水在那邊 沒有... 可以喔 幫忙到有沒有 好 這現在已經過了 把我們肚子勾成厲害 有勾... 有勾環... 它的重量... 它勾讓它們變成紫的 大根... 眼淺... 銳利 銳利 內心... 內心輕鬆 這個... 我跟你講 船長... 沖水在船長會嚇一罵人 要由上往下 這是... 這是往下沖 漂亮喔 就能沖得好 一看就是有洗澡的天分 一看就知道這個人啊 常洗澡 平常有在海邊生活過 你不是住山上嗎 對 你有沒有說 有事找我喔 沒有先現在有沒有 幹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這真的沒辦法 我想要避 我避不掉 而且那個大... 你說拿泥巴丟我 那個大哥 拿石頭動我 那個大哥在喘我 我... 我必須好好工作 是 海邊吧 在海邊工作怎麼可能會不濕呢 對不對 聽起來很爽 對啊 卡槍... 卡槍的這種 而且它這種板子啊 你看 因為夠光滑 你說要把你夠光滑 對 不然它如果有一點 像石頭的那種蜘蛛麵 它這個鮑魚就弄不下來了 這有去弄 超難抽開的 非常適合在那邊打工啊 等一下就... 下面都可以包 對 等一下就留到下面有沒有 要想到這邊 我覺得... 我覺得你在這邊打工對不對 還要先學會 不把人家可以吃 好 我幫我們前面拿上工去啊 別人他們就不是我的對手 OK GO 來一二三 走 這個蠻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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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他們怎麼跌的 應該是... 這樣 好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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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喔 簡單啦 麻將啦 沒有丟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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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壯觀了 眼前根本就是一面面的鮑魚牆 還有難得一見的鮑魚瀑布 聽團長說這些都是皺紋盤包 也是最主要的養殖品種 順利從養殖板取下後 就要進入分級的步驟 四 三 二 二 等一下 可以幫忙嗎 請問一下 以前是這裡的監督 這裡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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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1 M.C.2 鮑魚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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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氣 好 來 四 三 二 來 好 來幫忙 分 分類 要吃飯就是要工作 沒錯 他們現在做一個分類的過程 因為這個機器軍輪非常熟 對 蠻了解的 你們 這邊是 我進去 就全部都先放上去 對 他那邊有那個重量 他自動會選別 對 所以 太小的就放到那邊 所以這個 這個是 秤重的 對 有一個重量 重量的 太小就不放上去 是多小 他就不要放 還有 這邊上面 這種最像 多小 對 多小 對 這種會拿這個 所以 60mm以下 60mm以下 都不放 60mm以下 這個就比較大 對 還沒有差 對 對 你看 你給他換個位子 好 快一點 快一點 速度要快一點 快一點 快一點 速度快一點 這個不行 這個好棒 他怎麼會這樣 一個 要什麼 不行 要平放 要這樣放 要平放 沒有 要這樣放 要用濕板 不然這個會黏在上面 不然這個會黏在上面 不然這樣 要反的 不要這樣放 不然你這個 你這樣放 然後吸在鐵上面 等一下拔不起來了 這個很難 對 我 你看他們一下 打已經散開了 這種 它已經散開了 教給我 好不好 OK 然後我打已經散開了 對 然後慢慢 你們前面都打散開了 慢慢切入大廳喔 各位 旁邊如果有那種 爪類啊什麼 不好的 他就不要了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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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是我吧 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多 安貝 高麗菜王子 安貝 安貝 好 看 這邊是一個 是一個 這邊 你要很專心 你知道嗎 對 不能專心好不好 我知道 好 太雅 手快 小王子 我要讓我們知道 這個人 這個人 好 翻了... 好了 好 OK... OK... 這裡... 這裡... OK... 好 接下來是我們兩個的天下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好像可以在那邊打...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不要坐著 坐著... 這樣子 戰鬥模式 安貝 安貝 太小... 有些會避充 有些會避充 好緊張 有點頭暈 安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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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著... 坐著又頭暈耶 沒有 因為你一個人在看對不對 最重點是船還在晃 先開 轉一下 轉 對 轉一下就拉一下開 就拉一下開 然後我進步加進了好不好 對 他一直盯著那個... 快點去 這個頭暈 快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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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旁邊以為很簡單 你知道嗎 好... 再來 OK 很好... OK 來...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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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八個小時為止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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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行各業果然都有不為人之辛苦的一面 才坐下來幫個忙 就已經頭昏眼花腰痠背痛 真難想像八個小時坐下來會是什麼感覺 還好這裡什麼福利都沒有 就是鮑魚多到吃不完啦 早餐時間 早餐時間 有沒有看到大家都停下來了 而且你看到我們的早餐了 在海上沒什麼東西能配 只有鮑魚 只有鮑魚 好不好 鮑魚隨便吃吃到飽 能吃幾顆吃幾顆 這種東西你居然不要 他還是會給你喔 對 我不要... 給...整顆吃嗎 沒有...他會切...他會切 他挖出來以後是他會切一下 嚇死你了 因為他... 你有沒有他把中間這個... 因為他吸是吸在這個上面 所以這上面比較有沙子什麼 很冷... 弄乾淨 可以吧 可以...可以直接咬... 他死了嗎 還沒 這裡面真的下面底部全都用鮑魚 全部都是鮑魚 那全部都是鮑魚 你看那主播鮑魚不合了 它完全是不同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網路版有英文喔 訂閱按讚開啟小燈 就不會錯過大獎 和最舒服最好看的 世界最定 這很酸 可以可以直接咬... 吃什麼 他死了嗎 還沒 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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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麼 這...他直接... 一口吃耶 好脆喔 他用冰水這樣稍微洗一下 變得很脆 還有那個海的... 帶點海的鹹味 海的鹹味啊 引發... 後面的甜味很明顯 好濃郁 鮑魚的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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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家羊的 很好 真的很好吃耶 很脆 你咬到後面那個海水 跟它本來的那個鮮甜味 很重 越咬越濃... 越咬越濃... 你怎麼會在公司裡 都在三文字裡 太多了 太多了 這顆我等一下想要配... 配這個... 真的很不想吃啊 太奢侈了 太奢侈了 唉呀... 我真的想要配那個什麼 好淺答 好淺答 好吃 好不想吃喔 太奢侈了 我有... 他想要吃一個 對 不夠不好 對... 那這個肉有多厚 我這一生是沒有想過 人生起床 真的 第一件... 第一個吃的東西 竟然是鮑魚 鮑魚 我一直這樣咧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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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脆喔 只是我沒有吃過生的 不要弄 燒鮑魚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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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覺得有些日料 他一直活著切開 然後他只是把它騙好 這像我不敢吃 不敢吃鮑魚 鮑魚 鮑魚 但是剛這樣吃... 你不是吃過嗎 你說... 粥裡面 你說煮到粥裡面 對... 你以前不敢吃生的 鮑魚片你敢吃嗎 鮑魚片我敢 但是鮑魚我沒有吃過生的 真的嗎 我沒有吃過生的 等一下 說到韓國人愛吃鮑魚 可是其來有自 當地自古就有 山中有人生 海中有鮑魚的說法 可見得他們認為鮑魚 和人生一樣珍貴營養 最奢侈的吃法更是莫過於此 最新鮮的海鮮 然後配泡麵 配泡麵 極致奢華 OK啦 你看裡面多少顆鮑魚 哇 這裡面真的... 下面底部全部都是鮑魚 全部都是鮑魚 全部都是鮑魚 全部丟鮑魚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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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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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燒酒給你喝 太奢侈了 先吃一下 韓國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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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韓國鮑魚 它這組合鮑魚 馬上有了 馬上有了 它完全是不同的感覺 還是一樣有一個韌度 就是你的口感在 對 然後這個很柔軟的 軟Q 軟Q 整個用軟Q來行喔 而且它肝也還在裡面 剛好吃 連肝一起吃 那個味道濃郁到不行 你看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個太厲害了 這個太恐怖了 真的嚇死人了 這個很扯喔 這好好吃喔 這真的好好吃喔 韓國鮑魚 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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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真的很熱心耶 可是 他們做得辛苦 而且餓從早上 要餓到現在 對啊 趕快吃... 哇 好厚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蠻爽的 這個蠻爽的 好吃 好吃 OK 那個蛙絲味 好香 完蛋 蠻爽的 好爽喔 好辣麵 然後辣辣的 然後熱熱的天氣 一大早吃醬 一大早吃醬 乾杯 乾杯 很對味對不對 他們都是甜的 你看看這個... 湯出去了 來... 對...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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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歡這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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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豆 那哈... 很喜歡 這個... 最原始個味的 這裡 那... 這裡 這裡 沒有人的味道 很難吃 很難吃 再一次 起司 起司 謝謝 再加一點起司 有起司 我們是菲律蘭菲 大哥大姐們真是太熱情了 手上工作告一段落 就什麼鴨翔寶全都拿出來 被我們吃掉的鮑魚 應該都比工資還要多了吧 外冷內熱的淘海人 就是這麼的真摯可愛呢 一包 你好 同樣幫你挖 幹嘛... 有啊 他們在中間 他們在幫你挖 幫你挖 來吧 幫你挖 船長是一家人了 有啊 那等一下 2、4 等一下 還有一個... 幫你唱歌 這個唱歌 應該是這幾個頭啊 對啊 頭 主要是頭 來吧... 是的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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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來看看 那我來這裡嗎? 我來跟他你 那我來跟他 波子 馬上來 好 小心 飛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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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好可愛喔 很喜歡這種世界的這個 這麼高 然後對我們這種 吃飽 其實就是那種想到 我之前在台灣 然後那個台灣 很多那種 那個洋食屬 就是洋食屬 洋食屬 洋海人 洋海人大哥們 他們就是這樣子 大哥大姐 他們就是很知爽 浩克 對 然後一開始看到 你根本覺得很秀 因為他們在專心自己 工作 對 然後一放鬆 或是工作站高一段落 那個真熱情 其實跟布羅一一樣 一樣 布羅一開始會覺得 你哪裡來的 他不一定比你 對 可是他知道你來得善意 或他喜歡你 那真的是 什麼都給你 請盡熱情 把家裡鑰匙也給你 對 真的 船館 船哲也給你 什麼都給你 全羅南道不愧是 韓國的糧食重鎮 不僅海洋資源豐富 各式各樣的作物 也因應四季分明的氣候收穫 像這樣一座座看似神秘的溫室 可是暗藏著不同的玄機 現在來到宜蘭這邊 真的是宜蘭 這邊是韓國 但是好像 超像 這讓我有點回想到 我在宜蘭的樣子 你知道嗎 這個田園的風景 對 田園 旁邊都是山 然後又種稻米 對 然後又有那種 人式 人式物 人式不一樣 但它這種溫室 就很像宜蘭的那種 鄉下地方 對 就有點親切感 反正這邊都種很多那種 農作物 這邊等於是 你可以來玩的時候 你可以開車到附近 農家 去走一走 田園風光 沒錯 謝謝 謝謝 哇 大哥 帥 快點 快點 對不起 要救我 快點 你看這個 這個五分什麼 真的 那個剛剛好 番茄啦 番茄 大哥 你這邊種的全部都是 牛番茄嗎 你這邊種的全部都是 你這邊種的全部都是 牛番茄嗎 他就算每個不同季節 他們種就是不同的東西 那現在是剛好是做 那個番茄 我們現在是 鯊子吃了 然後 甘菇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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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話 是草莓 對啦 獅子啦 然後 現在呢 吃獅子之前 剛好就在這 這個時候 原來溫室內 也會依照季節的不同 搭配適合的農作物 因為韓國屬於大陸性季風氣候 各地溫差非常的大 也因此會廣泛運用這樣的溫室 現在我們要進去裡面採那個 牛番茄 大哥要注意什麼嗎 進去裡面 如果要採的話 雞生物 雞生物 那 那 特別都要有那個粉 所以就會對身體 抓的時候 會過敏 我只要帶小套是不是 那 有要挑什麼 什麼樣子的嗎 什麼樣子的嗎 或顏色嗎 大家沒有關係 那個底部 有一點紅紅的這樣子 好 你這樣拿的時候 抓著 抓著那個 番茄 然後呢 用那個 那個剪的時候 最底線的剪 有點像採茶的感覺啦 這樣採 這樣扣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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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假如它這樣子轉的話 那個整個會斷掉 所以你要用 用一個手指這樣子 對 其實就這樣 滿簡單的 其實就這樣 滿簡單的 很漂亮 每一顆 每一顆形狀都差不多 都很漂亮 對 然後 有一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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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錯了 就現在要整個樣子 你拿好了 他掌握了 他掌握了 你掌握了 要救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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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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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出出來 不能突 不能突 這個不能突是 這是美觀上的要求嗎 這個 這個 它美觀上的要求 不出來 它損傷另外一個 不出來 掉到會裡面會壞掉 我說君倫 你不是務農出身的嗎 怎麼還這麼出手出腳 還好大哥不計較 不然再讓我們幫下去 可能沒薪水嶺還要倒貼 只是大家應該也一樣好奇 被韓國人只當水果吃的番茄 又是什麼滋味 我們這幾天在韓國 幾乎沒有吃到番茄炒蛋 或什麼的 對 他們這邊會做成那種 一般他們都習慣怎麼吃 韓國人有一個普通的豬巴豆 現在一般我們傳統韓國人吃的方式 切片之後就是直接生吃的 但是最近呢 大家很多人也是把這個弄成 用果子一樣的方式吃 像水果一樣的 好醜喔 它吃起來不像牛番茄 它吃起來跟我們一般的那個小番茄 它吃起來跟我們一般的那個小番茄 它就 我幫你看 OK 你看 你看那個juicy 是非常多的 老闆因為我們呢 在台灣也很喜歡吃水果 如果在台灣吃水果的話呢 我們通常會配一些梅子粉 嗯 那想說可以請你吃吃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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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表情 嗯 點點頭 沒有講話就由於是去工作 然後就開始要做他的工作 然後就開始要做他的工作 對 沒有 對 就是要吃吃看 對 OK OK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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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酸甜甜的 你孩子 你孩子喜歡 對 你孩子喜歡這種酸酸甜甜的 之前有這樣吃過嗎 從來沒有 我們的 是 我們 這個 或者是 你可以 一個 乾杯 很 謝謝 忙謝謝 對 我們在韓國的食物 有數字 日本的食物是更低的 所以我認為是比較大 它包裝很漂亮 跟水果一樣 謝謝 小心點 謝謝 沒想到有吃夠亮 在韓國一樣有這個福利 更讓我們感受到大哥的熱情 畢竟這一顆顆香嫩可口的番茄 可是他們日以繼夜辛苦照顧而來 倒是來到這韓國糧腸 有海鮮有水果 當然更不能錯過世界知名的韓牛料理 抱怨了 三分鐘了 剛剛好 我現在有點開心 先讓你割下點油好不好 割 你說這個部位 在豬肉裡面算最好吃的 鬆板 我只要吃吃看就知道 對 然後韓牛 韓牛 韓牛是很高級的 高級 像和牛一樣 非常好吃的 還有重點是這一次 我們吃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最忐忑的 你最忐忑 對 我最忐忑的 你說這個嗎 對 為什麼 它的方式很特別 因為你說碎冰是不是 對 對 你看 你沒有看過 我是刷冰耶 對 它把刷冰丟到麵裡面去 滿滿的都是刷冰 這個就是韓式特別的吃法 他們就是把這種冰塊 弄成碎冰 我是有看過就是過水啦 對 過冰水 過冰水 麵過冰水 Q嘛 但是沒有看過把碎冰 加到那個麵裡面 直接加到麵裡面這樣吃 對 因為他們這種就夏天的時候 他們這樣吃 然後他們吃烤肉啊 什麼熱熱的 搭配在一起吃 所以會有點猶豫 對 涼爽 對 這不是鹹的還甜的 甜的 甜的 最厲害的是它就是甜的 你確定 我覺得要確定耶 要確定 我看一下 涼爽 可以喔 很特別 冰的湯 冰的湯 很特別 很特別喔 讓我掌揍一下 這奶 我的媽啊 加這個好... 加這個好猛喔 太搭了吧 網路版有英文喔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大獎 和最新最好看的 世界地定 我跟你講你這樣咬一小 咬一小吃吃吃看 這不是鹹來甜的 甜的 甜的 最厲害的只要就是吃甜的 你確定 你要確定耶 要確定耶 我看一下 對 涼爽 可以喔 很特別喔 冰的湯 冰的湯很特別 很特別喔 哇 這樣... 給你看這個 哇 酥的那種油花 它這個故意這邊 流下來那個對不對 流下來比較多油 不是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會想 喜歡這個油花 我猜啊 很快喔 很快 因為 你看這個 哇 那這種含有是要吃幾分熟的嗎 真的嗎 牛肉都一樣 不可以吃太熟 差不多就好... 它這送上來的配菜啊 旁邊竟然是蘑菇 然後這個我覺得最有趣 起司 一開始看以為是那個豆腐 很有趣 他們把起司跟牛肉等一下會 就肉可以放在一起吃 蒸開一下就好了 烤一片看 這個起司很快喔 這個起司直接放是不是 起司很快 對 這個粥應該OK了吧 起司很快 這是原味喔 這是原味 你看這個 哇 這個五分熟 真的 那個剛剛好 這個烤得真好吃 一定是肉太好了 韓牛真好吃 真的是肉好 肉太好了 真的是肉好 焦焦這樣 身為豬肉小王子 你這個要好好評評 這個很香啊 像豬的話 我通常會選帶皮的 因為帶皮它會脆 豬 對 但是這個它沒有帶皮喔 對 它有帶皮的那種脆感 因為它的... 對 焦脆感 然後它的脂肪 是帶皮的脂肪味 不是那種很濃厚 或是會膩的那種對不對 很香 而且那個豬的那種香味 怎麼說它不像那種 我們一般那種五花肉的那種 它自己會有那種豬的味道 對 它這種豬香是自己 獨特的那種豬香味 對 很香喔 而且完全不膩耶 不... 完全不會膩耶 這個有嚇到我耶 嚇到 真的好吃 它有那麼多 然後沒有給我那種油膩感 對 對 這個太厲害了 這個好棒喔 很少有肥肉是脆的 然後脆又讓你感覺到不油 重點它很香氣又壯 又足 不說大家肯定不知道 除了江源道 全羅南道也是重要的 含牛養殖區 所以來到這裡 吃含牛是再倒地不過 而且更有特殊吃法 讓人越越愈濕 起司 讓我享受一下 這奶 我的媽啊 加這個好... 加這個好猛喔 太搭了吧 我覺得它起司選得很好 不鹹 對 味道不會重 但它跟牛肉完全融合 又不會蓋掉那個牛肉 它本身的味道 對 香味完全蓋不掉 但它口感 你就讓它烤一下 它那個軟軟的化開 但又不是牽絲的那一種 在你的嘴巴的時候 它很像把牛肉包覆住 對 它會把牛肉慢慢的包覆住 然後你可以吃得慢慢 因為那個牛 你咬的時候會炸開嘛 那個水 對 跟那個起司做混合 混合 好搭喔 它起司味道就是濃厚的剛剛好 這個好搭喔 這個好猛 這個好棒 就是我意想不到 一開始想說搭起司 對 因為之前我們不是之前有 我常去吃那種韓式烤肉 什麼巴式烤肉 或是那種烤肉 在旁邊 會有那個黃色的起司 韓西的 對 那這個的起司是不一樣的 等級完全不同 對 我的媽 這個一定要來試耶 來不及了 趕快翻一下麵 我先把麵 麵要剪一下 麵要剪一下 它的湯是好喝的 對 但是如果它變冰的 就會有一點衝擊 你知道嗎 那種嘴巴上的衝擊 味覺上的衝擊 你先把它剪開吧 好 我先剪 好 我們等一下把麵夾過來 然後配著 直接配著 對 來喔 再把肉這樣放著 就不客氣了喔 你看這個 好美喔 對啊 網路版有英文喔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 就不會錯過大獎 和最酥最好看的世界最定 OK喔 很有趣 很衝突 但是呢 又覺得 又不衝突 你不會不喜歡 對 真的是好的衝突 那種上面 你是因為那個牛肉在最上面 熱的嘛 然後冰在下面對不對 然後冰在下面對不對 然後接著在一起溫潤 對 然後這個好特別喔 肉的甜味跟麵的甜味 很搭 然後麵又很Q 很多層次啦 然後它有點酸酸的 甜甜的味道 你就剛好把那個肉混合在一起 然後完全解了那個肉的 好厲害 它除了那個味覺上的那種層次 對 然後還有那個 你咬的時候 那種觸感上 舌頭跟Q 對 你多了不同的層次口感 在你嘴巴裡面 對 然後還有那個小黃瓜 不知道是不是有醃過 還是怎麼樣 對 那種微微的帶一點酸 剛好 太幸福了 韓友的滋味果然無人能擋 沒想到韓國旅程的開端 就讓我們長遍了山珍海味 更收到大哥大姐們的熱情照顧 相信接下來的西海岸之旅 一定會一天比一天更精彩 好 早就不要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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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